请看以赛亚书58章 第一节跟第二节 请看以赛亚书58章第一节第二节 58章第一节 您要大声喊叫 不可止息 扬起身来好像吹脚 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 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 第二节 他们天天寻求我 乐意明白我的道 好像行义的国民 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 向我求问公义的叛御 喜悦亲近神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下午我们要根据这段圣经 继续一起来学习真实的信仰 这个题目 我们将进入这个题目的最后一段 主题是亲近神 感谢主有关这个题目 我们已经查考过三次了 这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信仰上最大的问题 因为他们拜神 拜到最后只剩下信仰的外表而已 他们失去了信仰的实质 那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而更糟糕的 是他们落在这个信仰的盲点当中 却自己还不知道 还以为自己的信仰蛮不错的 所以虽然国家已经快要灭亡了 但是他们还觉得应该没有问题才对啊 你说这种心态可怕不可怕 真的相当可怕 因此神才在 以色列百姓五十八章第一开始就大声的疾呼啊 神要以色列百姓不客气的指出他们真正的问题所在 神更不客气的用反讽的语气来责问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神很具体的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 你们真的天天寻求神吗 真的乐意明白神的道吗 第二 你们真的是行义的国民吗 真的没有离开神的典章吗 第三 你们真的想明白神的旨意吗 真的喜悦亲近神吗 神用反讽的语气来责问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这三个问题 希望以色列百姓能够借着这三个问题 来好好寻查自己的信仰 到底我的信仰是怎么样呢 我有没有真实的信仰呢 今天以色列百姓的历史教训就是我们活生生的见解 今天我们更应该常常用这三个问题来好好寻查一下自己的信仰 千万不可以重蹈覆测 免得后悔就来不及了 那我们就相当划不来 那么很感谢主有关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 我们都已经分别查考过了 那紧接着我们一起来学习最后一个问题 求神的灵继续带领我们 在以色列百姓的下半句 神用反奉的语气责问当时以色列百姓第三个问题 神说你们真的想象我求问公义的叛御吗 你们真的是喜悦亲近我吗 这是真实信仰的最高点 也是我们整体信仰的精神所在 没有错 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 他必须从天天寻求神开始 最后更必须用喜悦亲近神来做结束 这样他的信仰才算是完全 因此小弟个人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千万不可以马虎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已经稍稍谈过了 怎么样才是真正好的信仰呢 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 那么我们的信仰一定不错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 那么我们的信仰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 这是一定的道理 这种道理相信大家都懂 但是问题是 到底我们跟神之间有哪些关系呢 还有在什么情况底下 才能够算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呢 有关这方面的道理 圣经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指示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从源头的角度来看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那个子女跟父母的关系那样 那么在这种关系上面 我们就应该要懂得感恩 如果从工作的角度来看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仆人跟主人的关系那样 那么在这个关系上面 我们就应该要学习怎么样来顺服 如果从身份的角度来看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百姓跟君王的关系那样 那么在这种关系上面 我们就应该存心敬畏 如果从救恩的角度来看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一个罪奴 跟一个救主的关系那样 那么在这个关系上面 我们不只是感恩呢 还应该要全心去信靠祂 可见我们跟神的关系真的非常的密切 密切到可以分成好多个层面来看 那不管是在哪一个层面 只要我们尽自己的本分去做 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很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信仰就一定不错的 我们的信仰就是真的 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的 因此今天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什么是我们信仰必须要追求的目标呢 或许我们可以总括起来这样说 所谓信仰的追求第一 就是要先了解我们跟神之间的各种关系 然后进一步努力去与神建立各种良好的关系 最后要让这种关系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 那么这种信仰就是绝对是真的 神为了让以色列百姓明白这一点 于是神在这里采用喜悦亲近神 这个问题来提醒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虽然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种感情上的问题 就好像有人问我们说 虽然这种问题不一定我们可以马上回答得出来 甚至有的时候根本说不上来为什么 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一定会有感受 而这种感受的确是真的 到底我是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呢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喜欢跟不喜欢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个就是要看我们之间的爱有多少 爱多了自然就会喜欢它亲近它 哎 少了自然就不会喜欢它 也不会想要亲近它 这也是一定的道理 这种道理相信我们也都懂 只不过是问题是我们常常会忽略它 其实这种关系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出现 比如说朋友跟朋友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 特别是夫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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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会发现真的是这样的 有一次有一位弟兄问另外一个弟兄 说你长得这么帅 学问又这么好 这位姐妹长得也不怎么样 也没有什么高的学问 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它 问问题的这位弟兄 怎么想它都想不通 而当时那位弟兄 一时也答不出来为什么 最后他才默默地说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内心里面感受 真的我是很喜欢它 最后只有一句话 这大概是神的旨意吧 就这样 后来这一对青年就真的结婚 感谢主他们结婚以后的生活 一直都很美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之间有爱 爱使他们彼此都很喜欢对方 爱拉近了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爱让他们更加亲密 爱使他们最后两人真的成为一体 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 那个夫妻之道 相信我们在座的凡是结过婚的弟兄姐妹 应该都有这种感受才对的 要不然我们怎么会结婚呢 不可能大家都混了头才结婚的 可见这的确是人跟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哦 每天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不是吗 问题只在于我们却常常习以为常 所以我们就不把它当作一回事而已 其实话说回来 今天我们跟神之间最重要的 就是要这种亲密的关系才行 今天如果我们从灵和爱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跟神的关系真的就好像夫妻的关系那样哦 为什么呢 我们从起初神造人这件事就可以了解 请看创世纪 创世纪第二章 第七节 请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 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 主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在这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当时神造亚当 不只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他 而且还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他 最后神更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 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亚当这个人 不只是具有神的形象哦 他更拥有神的生命哦 所以从外表来看 亚当固然是另外一个人没有错 但是从灵来说 亚当跟神却是一灵的 一体的 因为是同一个灵啊 那么既然是同一个灵 所谓一灵就相通了 因此当时亚当跟神的关系 非常亲密的啊 就好像夫妻之间的关系一样的 亚当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亚当里面 神跟亚当之间充满了无尽的爱 他们彼此之间都很喜欢亲近对方 他们彼此之间也都很能够了解对方 他们不但可以天天见面 更可以常常谈心啊 这种关系真的非常的美好 这个就是一定人里面 令人羡慕的生活 是一种神跟人合一的生活 人可以随时随地 可以自由自在 天天就跟神交通了 真的是好得无比啊 可惜的是好情不长啊 后来亚当犯罪了 犯罪就不一样哦 最破坏了亚当跟神之间那种美好的关系 使原来那个爱变成了恨啊 使原来的亲密变成慢慢疏远了 使人跟神生命隔绝了 这个就叫做死啦 从此以后人就好像一个背弃丈夫的淫妇一样啊 离神远去啦 他去另外找新欢 他早上的世界啦 早上的偶像 是最早上的魔鬼啊 更早上的罪恶啊 那你说神伤心不伤心 神真的很伤心哦 我亲手所造的人 怎么变成这种样子啊 神知道人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 只有死路一条 神更了解人在这种情况底下生活是怎么样 只有老虎丑烦转眼成空啊 没有什么盼望 也没有什么自由啊 那怎么办啊 于是神就动了怜悯的心肠 神愿意赦免人一切的罪念 再一次跟人和好 只要人肯回转过来亲近神 神就要跟他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 这个就是神的爱 因此神首先在万民当中拣选以色列百姓 我们请看生命纪 第七章 请看生命纪第七章 旧纪 旧约生命纪 第七章的第七节 神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的民 原来你们的人数 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第八节 只因神爱你们 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 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 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这里说 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色列百姓呢 答案是不为什么 只因为神尊爱他们 所以神才亲自用大能的手来拯救他们 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让他们脱离法老的苦害 目的就是希望用这种大爱来感化他们 来吸引他们 归回到自己的身边 这就好像一个痴情的丈夫 深深的爱着自己的太太 总希望那个离家出走的太太赶快回头 神真的愿意跟以色列百姓重建最亲密的关系 只要以色列百姓肯回头来感受他的大爱 只要以色列百姓肯回头来就近他 这样神就心满意足了 很一样的是我们看到后来的以色列百姓 却让神大失所望 我们请看以色列百姓五十章 请看以色列百姓五十章第一节 五十章第一节 神如此说我修你们的母亲修书在哪里呢 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 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 你们的母亲被修是因你们的过犯 第二节 我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等候呢 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 我的宝贝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 我岂无拯救的力量嘛 虽然神常常亲自来到以色列百姓的面前 可是却没有人愿意出来等候迎见神 虽然神每天从早到晚不停的呼唤 但是却没有人愿意出声音来回答 你说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呢 不是神出了问题啦 而是他们又再一次把自己卖掉啦 他们就好像一个淫妇一样再一次丢弃了爱他的丈夫 又去找别人啦 又去找偶像啦 又去找世界啦 又去找罪恶啦 难怪神才会那么伤心的说 不是我修了你们啦 是你们不要我啦 不是我没有能力来拯救你们啊 是你们根本就不领我的情啊 你说神伤心不伤心 神真的很伤心 不过神在伤心之余 仍然发出他最大的爱 我们请看以赛亚书五十四章 第四节 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的第四节 五十四章第四节 五十四章第四节 神召你 就好像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子 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子 这是你的神所说的 第七节 七 我离弃你不过片时 却要使大恩将你收回 第八节 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 向你引面 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 这是主你的救赎主说的 我们看到神还是用爱来安慰以色列百姓 就好像一个丈夫在安慰背弃他的太太一样 神愿意再给以色列百姓一个机会 神愿意再收纳他们 只要他们肯真心的回转过来亲近神 那神就要用永远的爱来爱他们 为什么 因为神说 我就是造作你们的丈夫 你们就是我幼年所娶的妻子 这就是神的信 神真的不愿意失去当初彼此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 那么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后来以色列百姓还是一样灭亡呢 请问问题又出在哪里了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以色列百姓到头来还是不领神的情 怎么说他们还是不肯真心回转来亲近神 顶多只是意思一下 表面上意思一下 我们看以色列百姓第一章 看以色列百姓第一章 一章十一节 神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 与我何意呢 公民羊的番祭和肥处的纸油 我已经够了 公羊的鞋 羊羔的鞋 公三娘的鞋 我都不喜悦 十二节 你们来朝见我 谁向你们讨这些 使你们践踏我的谚语呢 十三节 你们不要再献虚伏的公务 香瓶是我所震恶的 月术和安息热病宣召的大会 也是我所震恶的 作罪孽又守言树惠 我也不能容忍 十四节 你们的月术和节旗 我心里恨恶 我都以为麻烦 我担当便不耐烦 十五节 你们举手祷告 我必遮掩不看 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 我也不听啊 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啊 虽然他们还是一样 向神守着 还是照样向神献祭 还是常常到圣殿 举手向神祷告 他表面上看起来 他们好像很想向神求 问公寓的叛御啊 看起来好像很想亲近神的样子啊 但是事实上他们的心却远离神 他们的行为更偏离神的公义啊 难怪神会那么生气 甚至很不耐烦 神恨不得他们不要这样假惺惺的还好一点 因为这种情况就好像一对 貌合神离的夫妻啊 彼此之间一点感情都没有 根本谈不上什么叫做爱 那这种同床一门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啊 根本没有啊 只有徒徒彼此间的痛苦而已不是吗 因此神在这里才要再一次大声的呼吁哦 希望以色列们能够趁早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啊 我是真的想求问神公义的叛御吗 也就是说我真的是想明白神的旨意 然后照着神的旨意去遵行吗 还是只是做的样子而已啊 事实上我还是我行我素的啊 不但是这样 神更希望以色列百姓能够进一步好好省察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真的是很想亲近神吗 我跟神之间真的有爱吗 爱有多少呢 今天我来到神的圣殿我真的是想要朝见神吗 还是来看看朋友啊 今天我跪下去祷告真的是想跟神交通吗 还是只做个样子啊 今天我奉献真的是甘心乐意吗 真的是想报答神的恩典吗 还是交差交差就算了 我们所做的一切 到底是行事上的还是真心的呢 到底是勉强的还是甘心乐意的呢 我们跟神之间真的有感情吗 神希望透过这样的问题 让以色列百姓能够找到真正的症结在哪里 然后对阵下药 这样才能够救自己脱离灭亡啊 只可惜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还是要执迷不悟的 我们请看耶利米苏第三章 第一节 耶利米苏第三章第一节 三章一节 有话说 人若休妻 妻离他而去 做了别人的妻 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 若收回他来 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 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的邪淫 还可以归向我 这是神说的 第二节 你向静光的高处 举目观看 你在何处没有隐形呢 你坐在道旁等候 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 并且你的隐形邪恶玷污了权地 第三节 因此甘霖停止了 春雨不降了 你还是有苍继之脸 不顾羞耻 第四节 从今以后 你岂不向我夫教授 我父啊 你是我幼年的恩主 第五节 神岂永远怀怒 存留到底吗 看啊 你又发恶言 又行坏事 随自己的私益而行 我们看到 虽然神一而再再而三 不停不停地呼唤 虽然神好多次好多次 愿意表示要收纳他们 可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 到头来还是去行邪饮 还是去拜偶像 还是去爱世界 还是去放纵情欲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真的在爱神啊 他们根本不是真的要想心心神啊 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 那今天我们呢 请问我们是不是也跟以色列百姓 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想一想 到底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 啊不需要去想别人哦 本心就是想想自己 我今天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 是真的有爱吗 是真的有感情吗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请问我们是真的喜悦亲近神吗 如果我们真的好好思考 我们的答案可以证明 今天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的答案可以证明 今天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不是真的 最后我们来看两段圣经做结论 请看哥林多后书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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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 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第二章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真结的同女 献给基督 第三章 第三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 失去那像基督所存 纯一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诡诈 诱惑的笑话 一样 第二章 再请看雅各书第四章 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跟第五节 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四节 四章四节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 岂不是与世俗为有 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有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 第五节 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 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恋爱至于嫉妒吗 四 ¿No sabe que la amistad del mundo es enemistad contra Dios? cualquiera pues que quisiera ser amigo del mundo se constituye enemigo de Dios 五 ¿O pensáis que la escritura dice en vano el Espíritu que él ha hecho morar en nosotros nos anela celosamente? 今天说起来神真的很爱我们 realmente Dios nos ama hoy 虽然从肉体来说 我们并不是以色列百姓 si a pesar de que desde el punto de vista de la carne no somos pueblo de Israel 我们本来是外邦人 sino que éramos gentiles sin ninguna relación con Dios 但是神却一样 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 sin embargo aún así Dios nos escogió entre los pueblos 用十日假的救恩 来救赎我们 y nos salvó con la salvación de la cruz 目的就是希望 能把我们许配给耶稣基督 con el objetivo de esposarnos a Cristo como una virgen que se desposa a su marido y por eso Pablo nos exhorta si hoy Cristo ya no ha amado con su máximo amor entonces debemos responderle con un corazón puro 这样才能够逃主喜悦 solo esta forma obtendremos el agrado de Dios 否则的话 我们就会像雅各长老所说 再一次变成淫妇 de lo contrario seremos como dice el anciano Santiago que nos volvemos nuevamente en mujer adultera que quiere a Dios si 但是却更爱世界 pero ama más aún al mundo que si bien quiere guardar los mandamientos de Dios 但是却更想跟世俗做朋友 pero más aún quiere ser amigo de este mundo 很想来侍奉神 沒有錯啦 que quiere salvar a Dios 但是却更愿意去侍奉 a mamón pero más aún ir a servir a mamón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esto es algo que no puede suceder porque una persona no puede tener dos amos una esposa no puede tener dos esposos 更何况神的靈会 因為這樣恋愛 變成嫉妒 變成生氣 más aún el amor de Dios puede convertirse en celos y en enojo 所以說 這樣做事實上 就是跟神做對敵 por eso si hacemos esto nos convertimos en enemigos de Dios así que queridos hermanos así que queridos hermanos así que queridos hermanos 今天我們信主 難道真的 最後要跟神做對敵嗎 si hoy creemos en Dios pero queremos que al final seamos enemigos de Dios 絕對不可能的 no y絕對不可以的 y no debe ser tampoco así que le pedimos al Señor Jesús que nos ayude para que al comprender esta verdad 能夠用更專一 更愛主的心 來親近神 vamos utilizar un amor más fiel y acercarnos a Dios y hacer que nuestras vidas nos apartemos de lo mundanal 我想在心智上 更重要的 就是真的 不要貪愛這個世界 sino más aún en el corazón nos determinemos a no amar a este mundo 在聖功上 要能夠更加主動的 來做 y en nuestra vida espiritual seamos más autónomos 在信仰上 能夠更加熱心的來追求 tengamos iniciativa de trabajar para Dios y en nuestra creencia tenemos un corazón de procurar más a la verdad y así estemos más activos en los trabajos sagrados dentro de la iglesia 我們相信 只要我們有一顆 真的願意親近神的心 creo seguramente si tenemos un corazón que anila acercarse a Dios 也就是 我們跟神之間 真的有感受到 有愛在裡頭 es decir que si realmente sentimos que existe amor entre nosotros y Dios entonces sentiremos que es diferente venir a la iglesia y cuando escuchamos la verdad será diferente es impensado que una vez que nos sentimos tengamos sueño y que una vez que tenemos la reunión todos salen disparados porque entonces donde está nuestro sentimiento con Dios no se manifiesta así que le pedimos a Dios que nos ayude para que podamos reflexionar y hacer un esfuerzo en esto así que de esta forma podemos testimoniar que nuestra fe es verdadera y para que Dios no esté decepcionado de nosotros para que al final no sea que creamos en Dios pero que seamos dejados abandonados por Dios cantemos 243 243